港岛金钟道一段新路 在1975年1月26日上午开放通车 所有东行的车辆由当日起改用新路 已减少发生交通意外 以往接近冰房的一段金钟道 曾经发生多次严重交通失事 因而有死亡弯角之称 沙田第一城在86年今天发生罕见的大爆炸 造成三死四伤 爆炸现场是第一城12座 塞了一楼一个单位 当日上午鄰居闻到这个单位传出煤气味 按钟查明的时候单位突然爆炸 屋内的男户主当场炸死 而刚刚行经楼下的一男一女 就无故被跌下来的冷气机是击中丧生 这次意外引起各界对气体燃料安全的关注 九一年今日 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对八九学院领袖黄丹 和其他几位民民人士作出判决 黄丹以反革命宣传及煽动罪判入狱四年 郭海峰也是判四年 另外包俊讯是五年 任远丁判七年 至于刘晓波因为被认为能够认罪灰罪 免受刑事处分 对于北京的判决 香港方面反应相当大 学生和民主派人士都有抗议行动 五十多年来 两岸首次包机2003年今日通航 第一班春节包机 华航客机由台北京香港抵达上海 另一班复兴航空的客机 就由高雄经澳门到上海 接载台商和家眷回台湾过年 是五十多年来第一次有台湾的飞机降落大陆 不过这次春节包机只是单向 并非是两岸对飞 而中途就要在港澳停留